李诗民的亲妹妹 李诗民在物质上尽量满足李渊的要求 送给李渊许多美女和金钱 李渊管不了国家大事 只能天天吃喝玩乐 结果生了一大堆子女 李渊总共有41个子女 最小的儿子是藤王李渊英 最小的女儿是常乐公主 常乐公主贵为唐高祖的幼女 是李诗民最小的妹妹 小时候就深得皇兄宠爱 常乐公主虽然是李志的姑姑 但是岁数比李志还小 大侄子李志对小姑姑非常好 新唐书记载了李志和常乐公主的感情 原文是高宗吴公主恩尤龙 常乐公主的丈夫名叫赵贵 乃是开国功臣赵处的儿子 古皇后见到唐高宗对常乐公主这么好 感觉受到了威胁 就找了一个借口 把常乐公主的女儿赵氏杀了 古皇后把赵贵贵官外放 让常乐公主跟丈夫一起赴任 不让常乐公主见到唐高宗 这件事情 新唐书有名文记载 原文是团自定州刺史 驸马都位扁阔州 角逐朝铁 随归之官 李师民俱照 出片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李志活着的时候 武则天虽然栽赃陷害常乐公主 但是不敢杀他 李志驾崩之后 武则天费了唐中宗里血 把李旦立为傀儡皇帝 武则天借口和出书 落出图搞了一个仪式接收祥瑞 武则天以李旦的名义发布诏书 要求李唐宗氏去洛阳公营祥瑞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武则天是想把李唐宗氏骗到洛阳 来个中桌边 李唐宗氏的十几个重量级人物 通过书信商量对策 李世民的儿子岳王李珍 派使者邀请常乐公主 一起举兵诛杀武则天 李珍请姑姑和姑父让他的义军通过寿州 并且招兵买马响应义军 常乐公主对识者说 为我谢王与其进不与其退 若诸王皆丈夫不应研究之事 我闻阳士篡州 为此走乃周初 由能连出绝 使天下响阵 曠诸王国一亲 宗社所托 不舍生取义 尚何虚邪 仁臣同国换为忠 不同为律 王等免之 展开全文理智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按照常乐公主的设想 李唐宗氏的亲王 郡王 国公 驸马等亲切 掌握了十几个州的兵马 只要宗氏齐心协力 同时举起一旗 一下子就有十几万人马 武则天要同时对付这么多的义军 肯定会顾此师比 大唐宗室的胜算就很大 此次举意 核心人物是岳王李珍 继王李慎 霍王李源贵 韩王李源家 陆王李林奎 其中的岳王李珍 继王李慎是李师敏的儿子 霍王李源贵 韩王李源家 陆王李林奎 是李渊的儿子 这五位亲王虽然商量好了一起举意 但是 各怀鬼胎 到了约定举意的日子 只有岳王 李珍和他的儿子狼牙往李冲起兵 其他的王爷是到临头 都害怕了 没有举起一旗 赵规和强乐公主在寿州 招募好了兵马 准备接应李珍的一军 结果发现用不着了 李家诸王手数两端 在国纳当头的时候 不能齐心协力 说好了一起起兵的霍王李源贵 韩王李源家 陆王李灵魁 既往李慎 关键时刻都当了缩头无归 他们想让李珍父子先出头 行事好就起兵摘陶子 行事不好就撤退保姓名 武则天巨照 图片来自网络 感谢人作者 李珍父子孤掌难鸣 很快就被武则天击败了 四位亲王没有摘到陶子 也没有保住姓名 李珍父子兵败之后 四位亲王和他们的儿子 都被武则天杀了 各种史书对于四位亲王被杀 都是满片惋惜之死 在我看来 他们的死 是对他们手数两端的惩罚 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真正应该同情的人 是薛家兄弟和常乐公主夫妻 李世民语成 孙皇后有着亲生的嫡次女 承阳公主 承阳公主嫁给了薛冠 生下了儿子薛乙和薛少 李唐宗室起兵的时候 薛乙把所辖的民众集合起来 想应诸王举意 李珍和李冲兵败之后 薛乙和薛少一起被杀 可怜了长孙皇后的一对好外孙 一枪热血为大唐买命 却被周九和表兄弟忽悠死了 李珍和李冲兵败之后 武则天派朱星审讯赵规和常乐公主 朱星是著名的酷吏 赵驸马和常乐公主落到他的手里 经历了生不如死的酷刑 可怜的赵驸马和常乐公主 最后被判了死刑 一起为大唐尽忠了 李渊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常乐公主用生命为代价 捍卫了大唐公主的尊严 跟常乐公主相比 她的哥哥和弟弟们 表现就实在太不宜了 李渊最小的儿子李元英 在午后革命中的表现 就是吃麻麻香 干麻麻不成 李元英装疯卖傻 对武则天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 五 则天对李元英很满意 非但不杀他 还给他进封官位 在午后革命漫长的时间里 李世民的兄弟子之 一部分明哲保身 一部分手鼠两端 他们看起来聪明 却被武则天各个击破 李元英虽然明哲保身逃过一死 但是他的六个儿子被武则天杀了 这就是聪明的代价 笔者今天敬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于庚哲教授的视频公开课 于庚哲教授对李家四位亲王的表现 也是颇有悲词 笔者看了李家的亲王们 在午后革命中的表现 得出了一番结论 如果李家诸王齐心协力 午后革命未必能成功 李家诸王持有两个是英雄 其余都是手鼠两端的懦夫 除了李珍和李冲之外 李家被杀的王也 都是该死的懦夫 本文史料来源 资质通鉴 新旧两堂书 本文由王福星原创 马自不易 请尊重原创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 本人已经和维权公司签约 委托维权工 私代理维权 未经授权传载者 维权公司会代表本人维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